如果说这架飞机是科幻的天花板的话 那么这架飞机就是可爱的天花板了 1932年10月7日首飞 由意大利人设计意大利公司生产的这架验证机 斯提帕卡普罗尼基本上就是将一台 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涡扇发动机插上了翅膀 然后直接飞上天空而一 你看它的整个机身是从头到尾完全贯穿的 于是便造就了这幅又粗又短的滑稽模样 成功竞技史上颜值最高或者说取决于你的偏好 颜值最低的飞行器行列 但就我个人而言 在我做过的众多的飞机模型当中 它算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了 因为它实在太猛了有没有 我甚至怀疑设计它的路易吉斯提帕 是一个被飞机耽误了的玩具设计师 好既然这样 那我就来把它玩句话呗 为了让它显得够猛 所以尽量我就把它尺寸控制的比较小巧了一些 你看这样可以把它放在掌心了 然后在细节上面做了一些简化 比如原机上面用于支撑机翼的那几根杆子 我就直接把它去掉了 起落架也改成了这样一体化的 方便安装也比较结实 轮子也不像原版那样是直接裸露的了 而是采用了后来意大利人复刻式的设计 有了一个看起来相当复古的罩子 虽然这轮子是肯定动不了的 但是这飞机上总是要有能动的零件呗 那就让螺旋桨动起来 你看螺旋桨是可以这样旋转起来的 这里面采用了球头的连接方式 没有上期 但其实裸奔看起来也还不错 如果非要上期的话 这张照片应该就是最好的参考了 它是按照原机的三五分之中式复刻出来的 理论上涂装也得到了中式的复刻 因为虽然在1930年代的黑白照片和视频当中 我们都看不出这架飞机的真实颜色 但至少图案的还原 没错啊 所以颜色基本上也不会有错的 好 接着我们就来说说飞机本身了 你看 原始版本在1930年代就成功的飞上了天空 而即便是70年后的复刻版本 也能够完美的飞行 所以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个看似飞不起来的设计 其实还是很符合空气动力学的 不仅符合 它甚至开创了航空动力的一个新时代 意大利人路易吉斯蒂帕出生于1900年 从小就对工程学非常感兴趣 但很不幸 第一次世界大战 蓝腰就打断了它的求学之路 它然后只能以神枪手的身份在部队服役 可见射击也必定是在它的爱好清单上排名靠前的 战后它重返校园 以极高的效率连续拿到了航空水利和土木工程的学位 的确是个人才 所以在意大利空军谋得了一份工作之后 便开启了它的疯狂晋升之路 很快就官职工程部总监 到了1920年代的后期 它已经在研究如何把飞机变得更加的高效了 这个期间有几个理论特别就得到了它的关注 其中最重要的是博努力效应 作为一名优秀的水利工程师 斯蒂帕知道流体的速度 是会随着它通过的管子的直径变载而增加的 于是它就同样相信 对于水流起作用的波龙的效应 也一定会对气流起作用 那么如果让螺旋桨产生的气流 通过一段中间变载的管子来增加它的流速 岂不也得到了增加发动机效率的作用了吗 这个就大有前景了 于是斯蒂帕马上就动手设计 制造和测试了几款 采用它所谓的管内螺旋桨概念的飞机模型 并经过多次迭代和严格的风动实验之后 找到了令它满意的最佳螺旋桨和管道造型设计 即将管道的泡面 也设计成跟机翼一模一样的 两边薄中间厚的样子 看起来就像是将机翼卷起来 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圆筒一样 好 这架飞机现在已经在图纸上诞生了 下一步就是将其带到现实了 在这点上很幸运 1930年代的意大利 正迫不及待地想要向全世界展示其领先的技术 尤其是在航空领域上取得的突破了 所以当斯蒂帕向上级提出 自己想要造这架飞机的建议时 几乎立刻就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剩下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飞机制造商 最合适的当然莫顾与卡普罗尼飞机公司 因为他们似乎对试验飞机有一种 凿了魔一般的执念 所以要论哪家意大利公司最有资格接受 来自于斯蒂帕的挑战 那必定就是卡普罗尼了 它反映在这架飞机的名字上 斯蒂帕卡普罗尼 就是简单的将它的两个创造者的名字 结合在了一起而已 原本斯蒂帕的管内螺旋桨 其实更适合用在大尺寸的飞机上的 但是考虑到建造的成本 测试的限制和失败的代价之后 他们决定还是先做一架 小尺寸的飞机出来看看吧 结果它就成了这副模样了 装着一台120匹马力的发动机 挂着一个可以完全容纳 在圆筒机身内的螺旋桨 顶上的驼峰里面居然还能坐下两名飞行员 贴地起飞之后 它竟然能够飞得相当稳定 甚至有些过于稳定了 试飞员抱怨改变它的飞行姿态有点困难 大概是由于位于机尾的控制面有点太小了 而机翼本身你看又有些过大了 而后来的试验表明 这个圆筒机身本身就能够产生生力 所以是不需要这么大的机翼面积的 然后关于管内螺旋桨 对于发动机效率的提升 斯蒂帕是拿到了实锤了 这个设计的确是更加优秀的 相比起使用同样功率发动机的 普通螺旋桨飞机 斯蒂帕卡普罗尼拥有更高的爬升率 好 那空军是不是就爱上它了呢 没有啊 由于既要吊装发动机又要固定机翼 这个圆筒里面呢 实际上是被各种各样的杆子堵了不少面积的 所以阻力就很大 这几乎就完全抵消了它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了的嘛 所以在空军园里面 它并不是什么实用的革命 还是先放一放吧 但是你看啊 时间快进到现在 所有那些最有效率的飞机引擎 不是都延续了斯蒂帕卡普罗尼的寒道式设计吗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啊 涡扇发动机的发明 某种程度上呢 是受到了这架飞机的启发的 当然 对于这个观点 路易吉斯蒂帕表示严重赞同啊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最后 你喜欢这个模型吗 告诉我一个理由啊 让我把它送给你哦 有点 我 肚� NSA